這些公式在雲端白板上面其實也都有 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當然這邊其實題目已經幫我們先定義好名稱 你說如果我要自己練習的話 怎麼辦,沒關係,你可以把這個名稱全部刪掉 它總共定義幾個 1,2,3,4,5,5個 那5個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當然這底下結果應該會發生錯誤 它一定會出現這個怎麼錯誤呢 出現這個name的錯誤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看到name的錯誤 反正就找不到那個名稱就對了 OK,那怎麼辦 像那個單位的話,定義的方法 比如說第一個我們先從單位定義 單位怎麼定義 反正就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叫單位就好了 OK,所以你就選這個 阿記得,你說老師上面哪個名稱要不要選 其實理論上不要選 但你選的有沒有關係,也沒關係 OK,所以理論上不要選 為什麼 因為選的表示這個是你要查的資料 可是欄位名稱要查 欄位名稱沒有那個編號 你把它選進去幹嘛 OK 不過其實阿,我發現很多人 也是還會把欄位名稱選進去 那你說會錯嗎 其實也不會錯 因為沒有查到它而已 OK,等於是多選而已 那你就把這個名稱給什麼 給改造你的單位就可以了 比如說你要做的話 單位有沒有,Enter 這樣的話呢,你切回來 你會發現第一個單位就OK 其他都一樣 主別 主別的話呢 是哪一個 主別 主別在哪一個 主別其實就是 在這裡有沒有 主別的話一樣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記得喔 按Enter就可以了 它就定義好了 那同時你也可以在名稱官員裡面看到 有沒有,這邊有個單位跟主別 那這個主別OK的話呢 切過來,這個主別OK了 那一樣啦 升等 那升等的話呢 這個名稱齁 就這兩個字 所以呢 一樣齁 把這兩個字齁 把它直接選你要的範圍 一般都選這個 包括欄位名稱的下面資料 把它加上去 升等就有了 OK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單位 等級啦 等級的話 就烤雞 有沒有 跟烤 烤雞跟烤坪 這兩個齁 所以呢 分別把它加上去之後 就完成了 把它卡住了 把它復原好了 它沒辦法復原 看一下 喔 它叫烤雞等級 一個叫烤雞 一個叫烤坪 一個叫烤坪 其實比較不好記啦 不過其實 這邊 這個叫烤雞 所以把這個名稱加上去 Enter就可以了 那這邊叫烤坪 所以一樣 選它之後有沒有 在名稱方塊上面呢 直接就輸入那個名稱 OK 這邊叫烤坪 好啦 名稱很重要啦 因為喔 如果你假設這個不熟的話 真的以後你要做一些 先查詢喔 我覺得一定會出問題的 好 OK了 那切回來 你會發現 有沒有 就恢復正常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 NA的話 就是not available 比如說你那個 查不到啦 OK 那為什麼查不到 要不就是你給的條件不對 要不就是你給的範圍不對 要不就是你給的後面的參數不對 反正就檢查就對了 我的奇怪是反正你觀念正確 公司也寫對立 理論上沒有查不到的道理 那如果有問題 你就回去看 一個個慢慢看 自然而然的話 你會找到那個錯誤點 好 那底下的話就是 有四個工作表 那怎麼樣一次完成 對不對 其實你是可以 把這四個通知選起來 什麼通知選 按序了鍵 有沒有 這樣四個選選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就是切這個四個以外的其他 你就點等級 也要取消了 OK 注尊 按SHIP鍵 再點那個什麼 助理員 那你如果要怎麼樣 把公式呢 下下把它 複製到另外三個很簡單 你就直接把游標 點擊剛剛的 每個公式有沒有 這邊點一下 上面在游標 點字那邊 直接打鍋就可以了 這樣就輸入第一個了 它等於是 你做好一個 它就把這一個 摳到其他的 另外三個工作表裡面 OK 這個也一樣 所以點這邊 再點資料便利列 打勾啦 有沒有 有點像 一個個複製公司到 其他的工作表一樣 打勾 OK 這邊把它打勾 這邊把它打勾 總共有七個啦 所以做七次 好 最後的話呢 你就是 再把游標 停在 因為底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你就快速 打勾 游標放在這上面 資料編輯列上 打個勾就可以了 打勾表是輸入公式喔 OK 把它輸入到其他的工作表 可是記得你要多選其他的工作表 底下這個一定要先選 有沒有 這個喔 這底下這邊 這幾個有沒有 也要一直選到喔 OK 如果底下沒選到喔 你就沒辦法複製過去喔 那什麼選呢 記得喔 這要先點住專 有沒有 然後呢 先取箱喔 住專 按SHIP鍵 按助理員 OK 好 記得再把 剛剛的公式 點一下打勾 好 所以一個一個打勾 我剛剛已經打勾過了 最後的話呢 你就再把它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填滿 可能會 是比較 呃 大的問題 我們試試看喔 因為 為什麼是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呢 它每一個工作表裡面的 總列數都不一樣 欸 那怎麼辦 向下填滿我看一下 它會 每個都不一樣喔 你可以把它取消掉看看 這個注專 我看一下Ctrl向下 這個沒問題 領主有沒有問題 喊救向下 欸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有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喔 它沒有辦法 每一個 都 自動去 它只會 根據第一個喔 所以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時候喔 你變成要分開 你不能夠一次 四個全部都OK喔 欸 所以喔 所以剛剛複製公式 記得喔 複製完之後喔 你變成你要逐一的去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不能夠 呃 一次全部啦 不然的話它會發生錯誤喔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啦 就變成說 你複製完公式之後 這個可能你要變成一個一個自己來了 有沒有 向下填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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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領主的話呢 這個便自己要動手吧 不然呢 它不會跑到下面去啦 有沒有 OK 那這邊也是一樣 其實你說 這樣有比較快嗎 好像有快一點啦 有沒有 至少你不用重新再 輸入一次公式 可是變成說 你要每一個每一個有沒有 欸 你就自己再把它向下填滿 有沒有 填滿 這邊至少啦 你還有的填滿 不然的話呢 你變成每一次都要重新再做過一遍 其實也滿浪費時間的 OK 那總共的話呢 有幾個 總共有四個 那你變成一個一個都要向下填滿 喔 像這個就出錯了 為什麼 因為像最後一個駐禮員 它的數量呢 比那個駐磚還少 所以它變成 前過頭了 那怎麼辦 所以你要選這邊 然後你要用 常用裡面的那個格式 你可能要清除全部了 有沒有看這樣 應該是從那個清除這邊 要清 你不能直接按delete 因為如果你delete的話 它只會清掉 它的那個什麼 資料 那如果你要清掉全部的話呢 你可以在清除裡面選清除全部啦 這樣的話才會清除全部 OK 那怎麼辦呢 底下 這邊就一樣 向下填滿 向下填滿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四個工作表呢 就會一次完成啦 OK 所以喔 記得剛剛第一個動作 先按續個鍵 先按續個鍵 先點注專 再點助理員 續個鍵 然後可能要一個個打勾啦 有七個 但是填滿 你不能四個一起 你不能讓它分開 但它還是有點麻煩 OK 不過至少比每一個個別個別做 哪一個快很多啦 那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 將來不要一個個將它填滿 我希望呢 可以喔 自動幫我一次就做完了 當然啦 如果你要一次做完的話 人工會化 如果假設你不寫程式說真的 還真的找不到方法 所以如果你假設希望喔 可以像我剛剛講的 那可能就要寫個VBA程式啦 那VBA程式怎麼寫 我demo一下 反正就兩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按下去呢 就是把舊的資料全都清空 那它原理原則很簡單 它就是先切第一個 切第二個 切第三個 切第四個 然後再切回去第一個 OK 所以喔 這邊會用到一個概念 就是切換工作表 還記得吧 哪個序 序的1.slate 序的2.slate 序的3.slate 序的3.slate 最後再切回到第一個序的1.slate 就切回去了 那分別把 切過去的資料全部清空 OK 那怎麼填資料呢 填的話就這樣啦 有沒有 它就一個一個一個填 填完之後再切回去 OK 有沒有 那至少啦 如果你假設你要真的提高工作效率的話 我覺得喔 還是要得學一點層次啦 不然的話說真的 好像快不了 真的快不起來 尤其你資料量越大的時候 哇 那真的是更 這個花時間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用那個人工的方式 把這幾個先填完資料 OK 那填完資料的話呢 你再思考一下 如果我希望把剛剛的事情 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而希望把它變成程式的話 那該怎麼做 你會不會寫對應的資料 那這個程式 以前都 前面其實我們都有寫過類似的 比如說呢 清竹資料還記得吧 For I 等於哪一列到哪一列嘛 然後哪一個Sales 裡面等於空的嘛 空的就兩個雙領號嘛 然後就一個一個清 有沒有 把它清掉 那 可是跨工作表怎麼辦 所以喔 待會這個 裡面第一個 你要會寫回圈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會切換工作表 有沒有 切到第一個清掉 第二個清掉 第三個清 第四個清 然後要怎麼樣把資料的公式 再補回去 OK 那就是 如果你會寫的話 哇 那以後喔 我是覺得你工作上 這邊應該還蠻好用的 不然的話每一次都要再來一次 很浪費時間 我覺得 尤其是你那個來會數量很大的 很多的時候 哇 那真的每次都要再來一次 很浪費時間 如果會這個的話 其實這樣簡單很多耶 每天都按一下 噗噗噗噗噗 之後就從地方裡整理好了 OK 試一下喔 那待會我們來看 怎麼樣把它改成VBA 喔